火影的梦 作者安房之子 翻译彭义 某个港口小镇有一家小小的古董店 这家门面窄 近身意想不到的深的店里头 乱七八糟的堆着陈旧而稀罕的东西 而在最里头光线暗淡的地方 像一件陈列品似的一动不动的 作者这家店那上了年纪的主人 他唠噪以前就是这样 偶尔会有心血来潮的客人进到店里来看一眼 而坐在那里目不转睛的看着这些人 就是他的工作 那架势与其说是迎接客人 还不如说是监视人家 其实来古董店的客人也多半是逛着玩的 丑丑陈列品随便的品评一番 最后必定是什么也不买就出去了 所以常年干这个买卖 脸上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一副冷漠的表情 比起人来更喜欢那些旧金属和陶器 一点不错 这位老人就是这样一个人 说不出为什么 老人只要被包围在这些散发出霉味和尘土味 而且一个个似乎有什么来历的东西当中 心就会平静下来 就会有一种富足的感觉 这家店里千奇百怪的东西太多了 比如说好像是外国货船运来的大理石佛像啦 雕刻精美的壶啦 非常小的吸酒杯啦 镶嵌着贝壳的餐具啦 在海底沉睡了许久 已经长了绿袖的项链啦 不过像马上就要被拿到这家店里来的这样不可思议的东西 连老人也没见过 您好 有件事麻烦您老了 随着医生自来熟的招呼 来了这么一个客人 老人吓了一跳 抬头一看 那里站着一个红褐色头发的年轻人 一眼就看出来了是个船员 男人那张脸 看上去就像在附近的小酒馆刚喝了一杯似的 亮亮呛呛地朝店深处走过来 有一样东西想让您瞧瞧 男人说 古董店主就那么坐着 冷冰冰地说 我讨厌罪鬼 我才没有罪呢 年轻男人往边上的园椅上一坐 从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桶状的东西 放到了老人的桌子上 就是这个 这个 一个诡异的东西 老人以为只不过是一个黑漆漆的铁块 可用手拿起来细细一端详 这个桶的下方 有个像门又像窗的东西 这是火炉啊 就是从那儿往里头放染料的呀 男人一副得意的样子 你说火炉 老人脸上显出些许困惑 反问了一句 他想 这客人在说什么呢 世界上什么地方会有这么小的火炉呢 就算是小孩子的玩具吧 也太肮脏了 就算是装饰品吧 也太难看了 见老人困惑的说不出话来 川原开口说道 我说老爷子 一个小小的请求 把他在您这里寄存两三天 能借给我多少 什么多少 钱呀 老人用鱼一样的眼睛 死死地盯住了男人 你没走错店吗 他说 我们这里可不是当铺呀 我知道哟 我找了好多家当铺了 可这个镇子上 就没一家让我看上眼的 那也不能把古董店当成当铺吧 再说 用这种东西怎么能借钱呢 比方说 要是有人说我要买它 我只能拒绝 听到这里 男人突然一脸严肃地盯住老人 然后嘟呐了一句 你说这东西 古董店主有点不寒而栗 支支吾吾地闭上嘴不响了 于是 船员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个打火机 然后 用手指捏住了那个小火炉的小炉眼 来试一下吧 燃料已经装好了 说完 噗 打火机里就冒出了蓝色的火苗 老人不由地蹦了起来 你炸炸炸弹啊 救命啊 用发不出来的声音 老人在心里叫道 想快点掏开 可身后是墙壁 于是 船员咧开嘴得意地笑了起来 你慌什么呢 没有一点可怕的事情啊 不但不可怕 相反 美丽而快乐的事情 不是马上就要开始了吗 接着 就把打火机的火 凑到了火炉的炉眼上 火延烧到了火炉的燃料上 红红的小火苗 先是那么摇曳了一会儿 很快 就扑扑地痛快地燃烧起来 紧接着 眼看着就变成了一个红彤彤的铁块 因为店里光线暗淡 那颜色看上去就更加鲜艳了 不知不觉的 桌子上就像被火烧云照红了一般 这时 在那明晃晃的桌子上 莫得出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东西 小小的人影 一个烤着炉火非常非常小的小人 像被聚光灯照亮了似的 一下子浮现了出来 定睛一看 那是一个还很年轻的姑娘 留着长长的黑头发 穿着蓝衣裳 仿佛一朵刚刚才绽放的睡帘的花似的 默默地坐在火炉的前面 姑娘的身边 有小鱼在游动 绿色的海草晃动着 给人一种恍若海底的感觉 姑娘双手在火炉上烤了一会儿火 很快又在膝头铺上白布 做起针线活来了 正在用又细又亮的线 细心地锁着那块方部的边 那手势 灵巧地叫人吃惊 古董店主就那么呆站着 连呼吸都忘记了 盯着桌子上 好半天 才用嘶哑的声音咕弄了一句 那 那究竟是谁啊 于是 船员就那么一只手插在口袋里 这样说了起来 这姑娘 中了魔法 被囚禁在火炉的光里面了 知道吗 从前 是地中海还是北海了 曾经发生过大海啸 海边的小镇整个都被大海给吞没了 这在外国是一个有名的故事啊 都成为传说了 因为不管怎么说 到底是一个古老的港口小镇啊 传说这座小镇沉没到海里的时候 不知为什么 唯有那个姑娘 突然被海里的妖孽救了一命 免遭一死 不过 那一刻却中了魔法 变成这样一个小人了 说是正好那天 姑娘正在自己的房间里烤火炉 也正是这样的干着针线活 妖孽对姑娘连通火炉一起施了魔法 沉到了海底 姑娘已经 是的 已经在海里沉睡了一百年还是两百年了 不知是什么机会 被人从水上捞了出来 只有在点燃火炉的时候 人眼才能看到 老人用疑惑的目光 锐利地盯着男人 可是 他怎么会从你的口袋里出来了呢 老人心想 说不定这个男人是个魔术师 一般的人 怎么会随随便便 把这样一个怪玩意儿揣在口袋里走路呢 不过男人若无其事地这样回答道 当然 我买下它了 很久以前航海的时候 在地中海的一个小岛上买的 那里全是稀奇古怪的东西 古老的魔术道具什么的 多得要命 不过 一百件里头 九十九件都是骗人的东西 然而这个火炉 却千真万确 那是一百里头的唯一一件真东西 是我从岛上一个老女巫的手里 半信半仪买来的 可就是连我 也没有想到会是这么一个有意思的东西 船员得意地笑了 但一边笑 那双眼睛还在激紧地观察着对方心里的活动 然后 推了老人的胳膊肘一下 敲声说 看啊看啊 请再看下去 还有好玩的事情吗 目光移到桌子上 穿着蓝衣上的小姑娘 把锁边的火中途停了下来 把那块白布铺到了地上 于是 看出来那是一块别致的桌布 姑娘在上面摆了两个碟子和两把勺 接着 是玻璃酒杯 饮茶壶 两条餐巾 总之 开始准备起两个人的餐桌来了 哦 老人想 原来那里要来客人了吧 可突然之间 说不出为什么喜不自禁起来 老人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客人 坐到了那张桌子面前 桌子上的准备一晚 姑娘从什么地方搬来一口大铁锅 放到了燃烧着的火炉上面 然后 在锅里烧起什么不可思议的料理来了 一句话 就是鱼汤 新鲜的鱼呀 背呀 一个接一个地丢到锅里 咕噜咕噜地煮了一会儿 姑娘由手脚麻利地撒上盐和胡椒 挑起胃来 看上去挺好吃呢 船员在老人的耳边悄声说 啊 老人发出了分不清是回答还是叹息的声音 然后 用沙哑的声音嘟囔道 可是 那样的东西真的能吃吗 当然能吃了 不尝一口吗 说完 船员在店里扫了一圈 从边上的货架上取来一把勺 一把精致的上等银勺 是这家店里夸腰的物品之一 他冷不防地把勺伸到了小小的锅里头 舀了一勺汤 先尝起味道来了 接着 夸张地闭上眼睛 晃了一下脑袋 这味道可太美了 他叫了起来 看到老人忍耐不住了 于是 从船员手里一把夺过勺 自己也学着他的样子 把勺伸进了小人的锅里 锅里那么珍贵的物品被用来干这个了 那时候 老人为什么连想都没有想呢 老人小心翼翼地把一勺汤放到了自己的舌头上 然后就禁不住喊了起来 哦 原来如此 这味道太美了 这哪里是普通的鱼汤 哪里也没有这样鲜美的料理吧 老人的嗓子呀 咕咚响了一声 把勺又伸进了锅里的汤里 然后他想 这不像是小人的料理 如果不是小人的料理的话 不是可以喝个够吗 可是对于人来说 就是把这一锅汤都喝干了 充其量也不过就是半倍的量啊 老人细细地品备着第二勺汤的时候 船员眼里闪出狡黠的光 开口这样说道 老爷子 怎么样 这火炉在你这里寄存两三天 借我点钱行吗 老人眼睛睁得老大沉默了片刻 叫道 行啊 那双眼睛像烧昏了头的人似的 又红又湿 老人急急忙忙地打开抽屉 从里头拿出一叠纸币 连数都没数就交给了船员 船员掩饰不住一脸的喜悦 一把就接了过来 藏到了贴身的口袋里 然后飞快地说 后天的傍晚一定还我啊 我要用这些钱做本钱 去玩纸牌 好好挣上一大笔钱回来 老爷子 到那时为止 您就好好享受这火炉吧 哦哦哦 古董店主轻轻地点了点头 于是 船员这样说 不过 那汤喝多了可不行了 至多也就五六勺 要是一锅都喝进去了 那可就糟糕了 什么叫糟糕了 也就是说脑袋不正常了 到最后碰地倒下去 去了那个世界 那可不得了 老人身影般地咕囊道 怎么说呢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也没有试过 不过 不管怎么说 就是不要喝多了 好吗 请千万小心啊 还有一件事 就是如果火熄灭了 这火炉就又变成原来的废铁一块了 那姑娘 还有那好喝的汤 也都消失了 那么 要是想再点燃一次火炉 怎么办呢 这点最重要了 说完 船员像个魔术师似的 来了一个夸张的动作 啪的拍了拍手 然后轻声的耳语道 您听好了 要小心的 就是燃料啊 燃料 我买下这个火炉的时候 早上的老婆子千叮咛万嘱咐 要干海草和大海的沙子各一半 混合起来使用 别的燃料没有效果 海草和大海的沙子各一半 老人闭上眼睛 像背诵似的重复了一遍 然后 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 怎么这么快呢 船员的身姿已经从眼前消失了 两个影子都没有了 后来古董店主 就好像走火入魔的人一样 成了这个小小的铁火炉的俘虏 那之后 老人立刻就去了海边 取了满满一袋子沙子 然后回来的路上 又顺道去了趟渔民的家里 买了满满一袋子干海草 回到了家里 接着 就在昏暗的店深处的桌子前头坐下 开始遍及快乐的魔术来了 把干海草和海沙细细地拌匀 填到火炉的炉盐里 划着了火柴 燃料静静地燃烧起来 没过多久 整个火炉都开始放红光了 目不转睛地盯着那红色 老人不觉地涌起一种非常幸福的感觉 它与至今为止 只有古老而冰冷的东西相伴 就已经充分满足了的幸福比起来 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 它就和在沙漠中 出乎意料地闻到了花的香味似的 或是从前新婚样似的 那种甜美的幸福感差不多 一说到记起来 从前 古董店主的妻子 也曾用一个大铁锅给她做过料理呢 夜里也有时候 就在火炉边上干针线活呢 不过 妻子只有一年就离开了这个家 大概是因为她太小气 太倔强了 这会儿 老人突然把那个天真的干着针线活的小人 当成从前分手的妻子了 姑娘呀 老人用手指敲着桌子 轻轻地试着叫道 可小姑娘没有一点反应 你在等谁吧 到底是谁来呢 姑娘中途把锁住不边的火挺了下来 又静静地站了起来 然后做起汤的准备来了 好久没看过女人那忙着烧饭的身影了 老人又想起分手的妻子的事 也许是我不好 可要是不走该多好啊 老人一个人嘟囔道 这样唠唠叨叨地自言自语还是头一次 于是 到今天为止很久都没有想起过的 从前的往事 如同苦枝一样 在胸中弥漫开来 现在还阵列在店里的玻璃柜子里的 外国货船带来的古老的言识 是她与妻子吵架最直接的原因 当她被拿到店里的时候 年轻的妻子特别想要她 她再三要求她 一次就行 想挂到脖子上试一试 可每次她都摇了摇头 不行不行 那是要估价的东西 渐渐地 妻子仿佛被那个项链迷住了似的 每天往玻璃柜子前头直挺挺的一站 就不想动了 在柜子前站立的时间 一天比一天长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妻子连料理真线活也不做了 从前一尘不染的房间 现在积满了灰尘 这项链就有这么大的魅力 在什么遥远的国度的海底 沉睡了许多年 被挖了出来 表面上布满了斑斑点点的绿袖 这更加重了她的分量 而且这项链上的设计也很怪诞 她是用精美的银制小鱼串联起来的 鱼的树木恰好是三十尾 一尾不辣 全都雕刻着美丽的鱼鳞 不管是哪一只鱼的眼睛 都放射出炯炯有神的光 这一定是贵族女人挂的东西 古董店主想 如果卖掉该值多少钱呢 现在卖掉核算 还是请学者鉴定以后 把价钱拍得高高的卖掉核算呢 古董店主每天竟想这样的事了 可是妻子那边 却一个人不风捉影地编起 从前一个挂着项链的 遥远国度的姑娘的故事来了 于是 这故事不断膨胀 不知不觉地变成一个美丽 诡异的无法形容的故事了 妻子想 也许这项链是什么地方的一个小伙子 送给恋人或是未婚妻的定型之物 这个小伙子 也许说不定是个贫穷的银匠 她也许作为一名手艺人 在镇子里最大的一家首饰店里干活 而也许是为了心上人 从店里一点点地偷来银子 做成了这个项链 每天夜里 偷偷全神贯注地雕刻着 一尾尾鱼的一根根的鱼鳞 这样想着想着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妻子自己整个陷进这个故事里头去了 自己仿佛变成了银匠的恋人 古董店主不在家的时候 妻子常常打开玻璃柜子 取出项链 偷偷地挂到自己的脖子上 什么地方也没去 只是面对着镜子 眼神呆滞的一座就是好几个小时 只不过是这么一件事 可是有一天被古董店主发现了 他怒火万丈 一拔就从妻子的脖子上 把项链抢了过去 劈头盖脸一顿臭骂 后来发生了怎样激烈的舌战 已经记不起来了 不过 那之后持续了好长一段 互相不说话的日子 妻子离家出走了 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倔强的古董店主 一次也没有寻找过妻子的下落 然而 最近这段时间以来 古董店主却强烈地觉得 妻子仿佛是消失在 她自身的一个梦境里了 在烟雾缭绕淡紫色的梦境里 她变成了异国的一个美丽姑娘 此时此刻 正一动不动地等着水时的 到那以后 三十多年的岁月过去了 就是现在 老人一看见那生着绿袖的东西 心口就会一阵纠痛 所以 她决定尽量不去回忆过去的事情 而且 她一直就在想 要是有人啃出一个好价钱买它 就尽快把它处理掉 可实际上 一进入到谈价钱的阶段 她就被压到一个很低的价格 因为是一个性格倔强的老人 比一开始自己说的价钱低 怎么也不能接受 结果就没有卖出去 直到今天 项链还静悄悄地躺在店里的柜子里 如果没有懂得她的价值 啃出相应的价钱买她的人 是不可能卖掉她的 一直这么想着 三十年过去了 于是最近这段时间 老人就想 如果真正认为那项链美丽无比的 还就只有离家出走的妻子呢 而且 她还暗暗地想 要是岁月能倒退三十年 就能重新再来一次了 所以吗 就是回忆起过去的事 又有什么用呢 缓过神来 老人猛地摇了摇脑袋 然后 又把目光移到了桌子上的小姑娘身上 姑娘正在往煮的滚开的锅里撒盐 从蓝色的袖口里 露出来的细细的手脖子上 手镯闪闪发光 那是银的手镯 是用许多条小鱼串联起来的一个圈 连接的地方 看得见点一样浮现出来的淡淡的绿袖 哎呀 古董店主这时大吃了一惊 一阵头晕目眩 因为这手镯的感觉太像那个项链了 不 是一模一样 当然了 大小不同 但它的设计和银的光亮度 秀实的程度完全相同 说不定 老人想起一件事捂住了胸口 说不定那项链和这姑娘的手镯 是一对呢 啊 这也太离奇了 然而 这又是多么浪漫而幻想的推测啊 老人的脸颊立即就燃烧起来了 一种不可思议的兴奋 让它心潮澎湃 是的 也许这姑娘就是那项链的主人 如果那个传远的话是真的话 那这姑娘在中了魔法之前 应该是一个正常大小的人 当住的小镇被涌过来的海水 吞没的一刹那 只有这姑娘的项链从脖子上掉了下来 被抛到了海里 那之后 姑娘就那么戴着一样的手镯 被海里的妖孽施了魔法 变成了小人 然后 项链和姑娘都长久的各自沉睡到了海里 他们碰巧前后被拿到了这同一家店里 这样想行吗 老人高兴的忘乎所以了 他觉得就像一个被埋葬了的故事 刚刚被自己的手挖掘出来似的 姑娘呀 姑娘 他轻轻的呼唤 是这样吧 我没有说错吧 老人连烧好的汤都忘记喝了 你的手镯 是用鱼串起来的银工一品吧 那配对的项链 也是你的吧 一边这样说着 老人一边凑到姑娘的手腕上去细看 啊 连手镯上的鱼鳞和鳍 都和店里项链上的鱼一样 老人发了一会儿呆 随后就嘟囔了一句 你要是和正常人一般大小就好了 那样的话 立刻就把那个项链还给你了 老人发自内心的想 那个项链三十多年都没有卖出去 留在店里 也许说不定就是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呢 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不可思议的机缘啊 老人想 要是能想办法把你救出来就好了 总是孤零零一个人待在那里 冷清吧 就在这样搭话的时候 小人姑娘突然脸朝上 发出了如同耳语一般的声音 什么 老人不由得竖起了耳朵 你在说什么 然而 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了 唉 老人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是啊 就算是听见了 你的话也是外国话 我也不明白啊 哪里想到 姑娘听到这话 摇了摇头 就那么一动不动地仰头看着老人 长长的头发飘摇着 坚决地否定了老人的话 然后 用小小的手指着汤锅 像是在说快点喝吧 那我就先喝起来吧 老人拿起勺喝起鱼汤来了 一勺 两勺 接着是第三勺 于是 遥远的记忆在老人的舌尖上复苏了 还记得这味道啊 老人这样想 啊 说不定是用藏红花调的味儿吧 从前 妻子嫁过来的时候 带来了好多藏红花的球根 她特别喜欢这种开在地中海边上的紫花 她把球根种到大花盆里 每天一边浇水 一边快活地说这种植物既能当药 又能当香料 不过 不过这花还没开 妻子就离家出走了 藏红花头一次开放的早上 这家里只剩下古董店主一个人了 紫色的花一朵接一朵地开放 好几天屋子里都洋溢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香味 嗯 这确实是那花的香味 肯定是用她调的味 老人禁不住又把第四勺送进了嘴里 她闭上了眼睛 于是 在眼瞼的背面 出现了一片紫色的花 年轻美丽的妻子在花中笑着 老人的心中突然充满了一种甜甜的悲伤 不由的眼含热泪叫了起来 喂 不过就在这时 那个船员的话在老人的心里复活了 至多也就是五六勺 要是一锅都喝进去了 那可就糟糕了 这可不行 老人想 这样说起来 他觉得耳朵已经有点发热了 怎么会呢 又没有喝酒 老人晃了晃头 可就在这一刹那 老人依稀听到了姑娘的声音 他吃了一惊 定睛一看 姑娘仰着脸 像是在恳求着什么 他那小小的食指指着汤锅 好像是说再多喝一点似的 那么 我就再来一勺 老人把勺伸进汤里 摇起第五勺 闭上眼睛迅速地送到了嘴里 实在是太好喝了 他想 假如这般鲜美的汤 能尽情地喝个够 就是马上死了也不后悔 他甚至冒出来这样一个粗野的念头 就在这时 闭着眼睛的老人的耳朵里 姑娘那铃声一样的声音 第一次变成有意义的话了 点燃树叶 点燃树叶 姑娘这样说 你 你说什么 老人睁开眼睛 想再听一遍姑娘的话 可是 那声音又变成了铃声 姑娘又好像在说着什么 手指着汤锅 哦 原来如此 如果喝了汤 就能明白那孩子的话 越喝越明白 老人来了勇气 看来这汤是解开谜团的钥匙 如果喝多了就会死 那是瞎说 全是瞎说 老人这样叫着 不断地把勺伸进锅里 终于把一锅的汤都喝光了 然后 翻着白眼 绷进了身上所有的神经 静静地等待着变化 老人的身体什么异常也没有发生 而且这回 彻底听清楚了姑娘的话 是这样的话 点燃树叶 春天的那夜和芬芳的花 细细的小树枝三四根 那样 我的梦就能实现了 姑娘清清楚楚地这样说 可是 刚一说完 火炉的光就消失了 姑娘的身姿也消失了 燃料烧完了 老人用两手在桌子上摸开了 没完没了的摸呀摸呀 就好像是在搜寻 离家出走的亲人似的 然后 试着慢慢地回忆起 刚才姑娘的话来 点燃树叶 春天的那夜和芬芳的花 细细的小树枝三四根 那样 我的梦就能实现了 是这样啊 老人站立起来 是燃料 改变燃料 那样的话 肯定会发生什么新的事情 古董店主这样叫着 冲出店去 外面的天已经很暗了 到处都亮起了蓝色的街灯 从港口那边 吹来带着海潮细细的风 老人一个人嘟嘟囔囔地说着 那个船员肯定也不知道这回事 他就是做梦也不会知道 一旦喝下去足够多的汤 就能听懂姑娘的话 所以 才会一个港口一个港口地转来转去 把那个火炉寄存在别人那里 借钱去玩 那小姑娘也真是够可怜的 碰到这样一个主人 老人觉得那个火炉 已经完全成了自己的东西 他轻声地哼了起来 春天的那一夜和芬芳的花 细细的小树枝三四根 这会儿 为了找这样的燃料 古董店主正朝附近的公园走去 现在应该是樱花 有没有早开的玫瑰呢 不过 油菜花也很香啊 尽管如此 已经有多少年没有考虑过花了呢 居然到今天为止 还没有忘记花的名字 连老人自己都感叹起来 而且 他还有一种感觉 长久以来覆盖在自己心头上的东西 现在一点一点地释放出来了 夜晚的公园 古董店主捡了好多樱花的花瓣 接着 又揪了淡绿色的嫩叶 折了几根细树枝 老人坐到了长椅上 那里看得见港口 那宝石一样闪烁放光的灯 他把收集来的燃料装到了包里 然后被风吹着 想起那个小姑娘的事来了 那个姑娘住的小镇 那个港口小镇古老的建筑 人们的服装和吃的东西 市场的喧哗声 歌声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老人觉得自己也好像沉溺到 那个遥远国度的 不可思议的故事里面去了似的 和从前妻子手里拿着鱼项链时 坠入的梦境一模一样 可这时候 港口里的船拉响了气壁 对面的路上传来了 最汉的吵闹声 这一瞬间 古董店主想起了那个船员 僵住了 对了 这样不行 那小子过两天就要来取火炉了 在那之前必须想个办法才行 老人慌慌张张地走了起来 那天夜里 老人回到店里 把新燃料装到了火炉里 然后终于画着了火柴 火炉静静地开始燃烧起来 老人用一种看着庄严一世的心情 凝视着那小小的火焰 樱花 内叶和小树枝烧得忘急了 接着 渐渐地火炉整体染成了一层红色 桌子上像往常一样亮堂起来 那姑娘的身姿就要浮现出来了 突然 如同装上了新的电影胶片似的 桌子上映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东西 那是风景 是一座古老的石头港口小镇的身影 港湾里停泊着若干艘古老的帆船 沐浴着月光 那全景画一般的小镇静静地沉睡 季节是春天吧 广场上开满了淡桃红色的花 清香的那一叶覆盖了小镇 教堂的尖塔耸立在天空中 对面是朦朦胧胧的广阔田野和牧场 当熊熊燃烧的火炉 把这个小镇清晰地映出来的时候 老人立刻就恍然大悟了 这就是从前沉没到海里的那座小镇 就是被波涛吞没之前的和平的港口小镇的幻影 于是他听到从什么地方传来了波浪声 出海的船的气低声 可那个穿蓝衣上的姑娘在哪里呢 在这座小镇的哪一座房子里睡着呢 姑娘呀 姑娘呀 老人在小镇上方轻轻地呼唤 然后就把眼睛凑了上去 一心一意地找了起来 一条条街道 一座座房子的窗户 姑娘 戴手镯的姑娘 然而这座小镇连一个人影也看不见 姑娘 戴手镯的姑娘 老人的身子越来越往前倾了 很快 他就冲进了这座幻影的小镇里 一家挨着一家地打听起来 喂喂 知道穿蓝衣上的姑娘吗 没看见戴银手镯的姑娘吗 什么地方狗在废窖 从什么地方的房子的阳台上 传来了如气如素的小提琴的声音 啊 那叫什么小夜曲 老人思索起来 一走下缓坡 就飘来了淡淡的港口边缘的味道 海茶的味道 烟和黏糊糊的油味 在连接着港口的纵横交错的小巷子里 小酒馆杂乱无章的一间挨着一间 从那民意般的微光里 传出来了尖锐的女人的笑声 喝着吉他的无精打采的歌声 快快 要是不快一点 这小镇又消失了 被海水吞没 一切就都结束了 不 也许是被黑暗吞没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古老的石板路上 回想着老人那重重的脚步声 必须快点找到那姑娘 把项料黄回去 老人光想着这件事了 如果这样的话 姑娘一定会得救 恢复成一个普通的姑娘 她还在这样想 不过 等一下 这时 老人猛然间停住了 连忙把双手插进了口袋里 裤子的口袋 衬衫的口袋 上衣的口袋 然后 她痛苦地咕囊道 怎么会有这种事 把那么重要的项料给放弃了 稀里糊涂地望在店里了 老人大事索望 可就在这时 头顶上响起了一个微弱的声音 像是小铃铛在叫 像是在摩擦海螺 要不就是像枯叶在风中滚动 她不由地扬起脸 眼前是一幢古老的砖房子 从她楼上最边上的一扇窗户里 露出了白白的手 看得见蓝色的袖口 手腕上的金属的手镯 冰冰当当地响着 在这里啊 吃了一惊 老人大声叫了起来 戴着银手镯的白白的手 像蝴蝶一样 飘飘油油的舞动着 那看上去 像是正在挥手招呼人过来 像是在求救 又像是在若无其事的舞动 老人瞅了一眼 确认了那窗户的位置 是七楼 喂 老人喊 我这就去你那里 这样叫着 就要往砖房子里头闯的时候 啪 有谁在后面拍了老人的肩膀一下 喂 老爷子 一个心情极佳的男人的声音 猛地震了一下 回头一看 啊 刚从对面的酒馆奔出来的那个男人 是的 确确实实就是那个海员 帽子戴在后脑勺上 正得意地笑着 这不是古董店的老爷子吗 真是碰巧了 船员喷了一口酒气 然后 一只手伸进上衣的口袋里 抓出一大把纸笔 好吧 把宝贝火炉还给我吧 古董店主的脸都白了 可 可是还没有到约定的日子啊 早是早了一点 不行吗 我会多给你利息的 老人的腿哆嗦起来 现在再放掉 把那个火炉 不 把那个姑娘放掉 不知为什么这一刹那 老人觉得有一道冰冷的闪电 刷得以下掠过了自己的太阳穴 不 绝不放手 就是豁出性命来 也要守住那个火炉 到了这里 到了这里 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孩子 而去之不管呢 这样想的时候 老人的心里冒出了惊人的勇气 他怒视着男人 然后用低沉的嗓音嘟囔道 不能还给你啊 你说什么 醉鬼逼近老人 然后瞪着血红的眼睛说 老爷子 你没有搞错吧 那本来不是我的东西吗 男人的身影 清晰地映照在月光下 当发现他右手上握着一个闪光的东西时 老人一惊 不由地往后退了几步 匕首 没想到还戴着刀 可是这时候 老人的脑袋比那把匕首还要锋利 他的身体里奔涌着 如同年轻人一样的勇气与血气 不但没有逃跑 老人反而握紧了拳头 能不妨与对手撕打起来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 让船员的匕首像鱼一样的闪着光 咣咣掉到了石头上 男人慌忙弯下身子去拾 是头上脸上还是后背上 已经记不起来了 光光光 老人一拳接一拳地砸了下来 醉鬼呻吟起来 然后一头就栽倒到了石头上 老人愣在了那里 俯身看着那个男人 直到对面酒馆的门嘎的一声打开 露出一个女人的红头发时 她的肩膀才吃惊地颤抖起来 老人这才开始意识到 自己闯下了大祸 女人尖着嗓子 叫起警察或是杀人犯之类的话来了 她猛地转过身 逃了起来 往哪里逃的 怎么逃的 都已经记不起来了 上戏不接下戏地爬上迷宫一般的坡道 冲进死胡同 又一身冷汗地退回来 有好几次都险些摔倒 明明没有一个人追 却一路狂奔 对了 望着她身影的 只有像桃子一样的月亮 这媚幻一般的港口小镇 正是夜深人静 唯有繁华街那一片 像是夜里颤抖的心脏似的 还醒着 尽管如此 老人还在跑着 眼看着就要倒下来 可还在气喘吁吁地跑着 不知什么时候 好不容易才跑到了一扇 非常眼熟的旧门前 冲了进去 那一刹那 老人一阵天旋地转 身子朝前探去 不由地用双手撑住了桌子 明白过来的时候 老人已经站在 深更半夜的自己的店里头了 眼前放着那个小小的铁火炉 火刚刚熄灭 火炉还是温的 怎么回事 做了个梦 做了一个跌进幻影小镇里的梦 老人清金暴露的太阳穴 抽动着嘟囔道 然后他坐到了椅子上 沉吸道 说起来 这段时间就没有好好睡过觉 吃的吧 除了那鱼汤之外 什么也没有吃过 变成这个样子 也许是正常的吧 可方才在梦中 光光光地殴打船员的右手 却痛了起来 吸理作用吧 老人拉开抽屉 取出营养剂的瓶子 把两三片药片扔到了嘴里 今天去睡上一觉吧 老人摇摇晃晃地朝二楼走去 自从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之后 那个铁火炉 让古董店主觉得 有那么一点点毛骨悚然了 第二天一整天 他就那么放在桌子上 他没有生活 苦思冥想着 到了明天 那个船员就会拿着钱 来把他取回去了吧 那样的话 就要像约定的那样 痛痛快快地还给人家了吧 可是 老人还是不想放掉那个小姑娘 那个小姑娘就那么永远是一个小人的样子 被永远囚禁在火炉的光芒中 这让他觉得太可怜了 退一步说 哪怕是怎么也解除不了魔法 他至少也想把他永远地放在自己的身边 他怎么也不能忍受 他被那样一个平行不端的船员 装进口袋 又到什么遥远的国度去旅行 这个念头越发强烈了 古董店主苦思冥想了一整天 下了决心 好 就这样果断地去干吧 老人立即打开桌子下面的手提保险箱 一分不剩 把钱全都拿了出来 那本来是预备用来收购什么好的旧货的钱 现在 老人要用他们从那个船员手里 正式把火炉满下来 他想 越早越好 不要等那小子来了 今天晚上我就去找他 只要去港口的繁华街 就肯定能碰见他 这种麻烦事 越早解决越好 这天晚上 老人把一大堆钱藏到怀里 出了家门 小镇上亮着蓝色的街灯 公园里的樱花朦朦胧胧的 老人虽然还一次也没有去过港口边上的繁华街 但大概的方向 他还是知道的 顺着和缓的石板路一直朝前走 下去就行了 然后 往港口的方向一拐 剩下来凭气味就应该知道地方了 海潮 烟 油 和透不过气的闷热掺杂在一起的气氛 如果走到跟前 还应该回荡着无精打采的歌声和笑声吧 自己那么清清楚楚的知道去那里的路 那么熟悉那一带的气氛 这让老人也觉得有点奇怪了 小镇笼罩在一层淡淡的烟雾之中 一个微暖之夜 那装满了纸币 变得沉甸甸的上衣 让老人觉得闷热难受 他光想着早一点把这些钱交给那个船员 好一身轻松了 但是 那个男人会说恩吗 会轻而易举的就放手吗 老人想起了昨天梦里穿越那张讨厌的笑脸 也许会说无论如何要还回来 如果那样的话 那时候 老人的肩膀颤抖起来 也未必就会发生像昨天梦里那样的事情 那样的话 我这么一个老太隆重的人了 怎么能那么简单的光光揍他一顿就回来了呢 醒悟过来的时候 老人已经来到了杂乱无章的繁华街 飘着烤鸡肉串的香味 屋檐滴滴的小店 亮着橘黄色的霓虹灯 同样的店 一家紧接着一家 那个男人 究竟钻到哪一家里边排去了呢 老人完全没有了方向 走过几个船员模样的人 老人止住脚步 想从中努力找出那个红褐色头发的男人 但不是红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 就是背影看着像 可跟上去一看却认错了人 老人毅然推开了一家店门 晚上好 呆头呆脑地招呼了一声 就进到了里面 惨白的灯光下 正在喝酒的几个人回过头来 老人觉得那一张张脸就像是海底的鱼 扫了一圈 知道没有哪个船员 老人急忙关上门 然后 接连转了乡邻的两三家店之后 又回到了街上 当老人突然仰起脸的时候 他有一种天旋地转的感觉 哎呀 那一瞬间 古董店主以为是在做梦了 因为那幢眼熟的砖房子就在眼前 和昨天幻影小镇里的完全一样 被烟熏黑了的一幢大房子 古老的窗户周围 爬满了爬枪虎 入口处没有门 张着四方形的嘴巴 这幢房子就仿佛是从梦里原封不动地切下来 搬到这里来似的 老人震住了 不过很快就镇定下来 朝四周望去 他的对面果然是似曾见过的那家酒馆的门 就是红头发女人探出脸 尖着嗓子叫出声的那扇门 是吧 昨天在这里见过那小子呢 他还拍了拍我的肩膀 说了句什么 喂 老爷子吧 可是 老人用两手捂住头 蹲了下来 然后 绞尽脑汁想到最后 一个不可想象的疑问 慢腾腾地从他的脑子里冒了出来 那是真的事件吗 老人悄悄地握了握自己的右手 于是 像证据似的 握着的拳头微微发疼 昨天晚上 不过是打算进到幻影的小镇里 可不知不觉中 竟跑到真实的小镇里去了 后来 自己真的干了那种事吗 老人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可那种疑惑却更加强烈了 自己现在站着的地方 一点不错 就是昨天的那条路 对了 就是匕首从船员的手里 咣当一声掉下来的石板路 就是光光光地 奏喝醉了对手的那条路 千真万确呀 老人不由得浑身哆嗦起来 他叫住了一个过路的人 一眼就看出来了 那是个看上去像附近的店里的老板 胖墩墩 记着蝴蝶行领结的男人 老人语无伦次地询问道 昨天晚上 这一带发生了什么事吗 像什么伤害事件之类的事 伤害事件 蝴蝶行领结的男人沉思起来 哦 他像是终于想起来了似的 点点头 天亮时分 是有一个船员倒在了这里 什么样的男人 什么样的男人 记不起来了 好像是一个年轻的男人 喝醉了打起来 边上还吊着一把匕首 后来呢 那个男人怎么样了 不会死了吧 伤到什么程度 好像是伤得不厉害 大概是船员之间喝醉了 打了一架 打赢了的对手飞快地逃走了 这是常有的事 倒下来的船员呢 那人现在 现在在什么地方 老人的膝盖一边发抖 一边问出了最重要的问题 听说今天一大早就上船了 港里有一艘 比预定早一天出发的货船 听说是那艘船上的船员 这会儿 已经在海上了吧 老人喉咙里咕噜响了一声 上船了 这会儿已经在海上了 一种抑制不住的喜悦 慢慢地从他的心头涌了上来 太好了 太好了 那家伙已经不在了 而且 昨天晚上的事 谁也没有发现 就那么过去了 老人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之中 那个男人 已经不要火炉了 啊 是这样的吧 本来一开始 我借给他的钱就够多的了 那时候 我都入迷了 打开抽屉拿出钱 连鼠都没有鼠就递了过去 而且 如果这家伙用他做本钱 玩牌又挣了一大笔 就更加没话可说了 昨天晚上自己烧昏了头 揍了船员一顿 这还不如说 让老人产生了一种快感 而且 不用放弃那个小姑娘 事情就了结了 也让他比什么都高兴 可尽管如此 此时 老人又陷入了沉思 昨天晚上看到的 那蓝色的袖口和白白的手呢 那究竟是什么呢 老人禁不住 仰望起砖房子来了 怎么看 也是一幢魅幻般的房子 像是被风从那个遥远的幻影的小镇搬来的 又像是用纸板和颜料搭起来 模模糊糊的灯光照耀下的舞台布景 还有 从七楼窗户里露出来的白白的手 确实是戴着银手镯的啊 一定是因为自己想进到那个沉到海里的小镇的幻影中 才把他想成姑娘的手 那孩子怎么会在这里 那孩子应该还是那个小小的身姿待在火炉的光里 尽管如此 老人还是想看一眼窗帘里面的人 老人走进了砖房子 寂静无声的石头楼梯上晃动的月光 不知为什么 这时 老人奇怪的怀念起 爬到这楼梯的顶上 静静的坐在那里的人来了 咚咚 响起了脚步声 古董店主开始往楼梯上爬去 从二楼到三楼 从三楼到四楼 月光从一扇扇楼梯平台的窗户里射了进来 越往上爬 楼梯像是变得越明亮了 而且蹊跷的是 越往上爬 古董店主的脚步变得越轻快了 迄今为止 他只是往自己家的二楼上爬 都直喘粗气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他的腿变得像少年一样强壮了 就是上一百级 两百级的楼梯 也不会觉得累 还不仅仅是腿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他的眼睛闪耀着生机勃勃的光辉 整个身体里都充满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年轻的感觉 他的头发乌黑 脸蛋泛起了一层玫瑰的颜色 而且 还自然而然地突然吹起了口哨 现在 沐浴着月光往楼梯上爬的 已经不是那个古董店的老人 而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了 那是老人正好 还老凡同三十岁的身影 不 不是那个倔强刁难人的年轻时候的他 是一个目光热情的温柔的青年 年轻的古董店主现在心中充满了懊悔 不就是一个项链吗 要是给你就好了 最配他的还是你啊 小伙子一边上楼梯 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着 一口气爬上七楼 他轻轻地敲响了最边上的那扇门 然后等待着 因为没有一丝回音 他把耳朵贴到了门上 于是 听到了微弱的歌声 古董店主突然推开了门 月光如水的房间里 坐着一个穿着蓝衣上的姑娘 姑娘长长的头发披到肩上 一边摇晃着银色的手镯 一边干着针线活 铺在膝盖上的是一块雪白的桌布 边儿已经大部分都锁完了 果然是 古董店主想 但是 为什么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呢 他有一种感觉 好像很久以前就预定好了 这样的见面似的 边儿终于锁好了 古董店主嘟囔道 一坐完桌布 姑娘就把她一丝不苟地 扑到地板上 摆上了两个人的餐具 两个碟子 两把勺 玻璃酒杯 银茶壶 两条餐巾 接着 姑娘站了起来 把一口大锅放到了边上的火炉上 开始烧起汤来 一切都和桌子上发生的事情一样 不过 现在变得和自己一样大的那个姑娘是 她到底是谁呢 这一刻 古董店主的心中突然充满了怀念 她把蓝衣上的姑娘 看成了从前的妻子 不知不觉地 遥远的外国港口的姑娘 千真万确与自己的妻子重叠到了一起 这会儿 正用那让人怀念的笑脸对着自己 正在招呼自己呢 快进来呀 古董店主不由得大声地呼唤起妻子的名字来了 然后 为了成为妻子准备好了的餐桌的正式客人 进到了房间里 火炉暖洋洋地燃烧着 古董店主像个小孩子似的 欢心雀悦地坐到了桌布 前头 等着吃饭 一边往盘子里盛汤 妻子一边静静地说 你也变成火炉光中的人吧 那样 就能永远地在这里一起生活了 年轻的古董店主轻轻地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 从窗户里射进来的月光 好像变成了蓝色的波浪 哗啦哗啦地溢满了这个小小的房间 蓝色的光的波浪 一边哗哗地起伏着 一边后廊推前浪地涌了上来 啊海啸 海啸 阵子就要被大海吞没了 要沉到海底了 这样想着闭上了眼睛 然后当战战兢兢地睁开眼睛的时候 古董店主和蓝衣上的姑娘 已经坐到了海底荡漾的水里 身边是游动的鱼 海草繁茂 这样的海底的白色沙子上铺着一块桌布 两个人正要快乐地开饭 边上旧的铁火炉红红地燃烧着 港口小镇的小小的古董店的主人 究竟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 没有一个人知道 店里最里头的桌子上 漫不经心地摆着一个非常小的铁火炉 更没有一个人知道它的秘密 后来 和店里陈列着的其他物品一样 这个火炉也积满了尘埃 港口每天都有新的船到来 但是 那个不可思议的船员 再也没有来过这个小镇